Hello,大家好,我是雨晨 我们又到了Open House的时间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的是在Bernaby的一个大地的豪宅 占地是12,500尺 室内面积近5000尺 总共有6个房间,6个半厕所 还带有一个1房的出租单位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意大利建商建造的 所以你可以从它的外观看到它的 跟周围的这个房子的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那我们就进到房子里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高的一个大厅 虽然它的整个风格是我们叫低调奢华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不是那么的明亮 但是它是一种意大利的这种风格 就是有一点灰灰暗暗的 那这是它的一个餐厅了 我们就不用讲了 也是很开放的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带壁炉的一个living room 那这个living room的特点就是它的窗户非常的高大 地板呢是engineer hardwood 就是叫工程石木地板 因为它是一个全屋都是地暖的一个设备 所以它是不可以用石木来做的 然后这里呢是它的living room 它的living room的优点呢 就是因为它对着它的全部对着它的这个backyard 所以呢整个窗户打开的时候是非常的光亮 然后如果你在外面接待客人或者夏天 我们在外面开barbecue or party的话呢也是可以一目了然 这是它的一个早餐厅 这个早餐厅是很温馨的 每天你也可以用来吃早餐 或者呢有时候拿来看看书啊 然后这个大房子的有个特点 当然是免不了要有一个中厨哦 那它的这中厨呢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窗户 所有的冰箱都是double 然后有两个冰箱两个洗碗机 那当然炉头不用讲了 它必须有两个 然后最最主要的有一个非常实用的 我们叫pantry 其实就是一个厨房用的一个储物间 这个储物间你不要看看它小小的 是非常实用的你家里的油盐呢 你所有的这些杂物啊 包括罐头啊食品都可以放在这里 收藏起来 让你整个厨房变得非常的干净大方 最主要的要介绍的呢 在我们的组成呢会有一个套间 那这个套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拿来做客房 或者呢就是做老人的 不愿意爬楼梯的老人的一个休息 卧室那这是一个套间 那看它这个size也是非常好的一个size 它的大小也是很好很合适 然后这边有一个权位套在里面 那当然免不了我们这个一层 还会有一个半个洗手间 我们叫客人用的一个洗手间 这里呢就是通往我们的这个后院的有个门 为什么会这里有一个门出来呢 因为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Bernaby的house 它有个特点 它是后巷的 所以它的车库是在后巷 那它进来了以后呢 它这里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叫mother room 英文怎么讲呢 就是你可以唤醒你的脏衣服啊 把你的鞋什么都脱在这里 然后可以进洗衣机这样呢就不会把灰尘 带进你的主要的房间里面 Bernaby的地呢是可以建三层的 就是两层组成 然后呢再加一个basement 那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basement basement呢这个客人呢 它有一个是legal的合法的一个义房的出租单位 那那个出租单位暂时我们看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 它还留了一个义房的留给自用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下室呢它也是带窗户的 而且这个套房呢你可以用作客房 或者用作娱乐室 或者用作你的一个家庭影院 或者是一个excess啊 team啊yougal都是可以的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门是通向 刚才我说的这个一房的这个合法出租单位 那你也可以变成一个两房的出租单位来用 那这样呢你的租金也会提升 当然了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安排了 就你自己家庭的一个安排 所以它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建商它是很有脑汁的 它就不会就说很死板的把它做成一个家庭影院 那有的人不喜欢家庭影院 你不就没办法了吗 所以我觉得它很灵活 二楼是有四个卧室 再加三个洗手间 这其中有两个是套房 那么另外两个房间呢 就是我们叫jack and jail 就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它有些什么特色 这是它的主卧 对着我们的后花园 它的主卧的洗手间就超大了 因为呢它把这个主卧的这个更衣室 我们叫closet 就是全部连在了一起 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所以呢你的洗手间会非常的舒服 当然了你可以洗手间 然后呢早上更衣的时候可以把你的美衣全部拿出来 然后可以在这里照来照去照来照去 然后呢就可以出门了 我要着重介绍其中有一个房间 是个书房 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叫julia的baconi 的一个小阳台 在小阳台呢其实用来是装饰用的 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打开啊 比如说你想抽抽烟啊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都是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呢是对着我们的 本来比的一个市区的景的 然后刚才我们说过了 他楼上的这两个房间是共用一个洗手间 当然他还做得很细心啊 就什么呢 他就有一个门把它关上 就说如果你有两个人冲出在这里洗漱的情况下呢 这里还是有一个门隔开的 还是有非常细腻的空间 然后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楼上的第二个套房 也是朝处裤的 跟我们的主卧室一个朝向 然后这边也是有他自己的洗手间 还有一个布露室的衣帽间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是第二个 Must bedroom 在现有这个市场上呢 这个我们就要存货 真的是不多了 很多的买家 我不知道大家在带买家过程 有没有非常的烦恼 就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好的房源给大家 所以呢 现在买家呢 在我们这个Open House来的 也是络续不绝的 你也可以发现呢 在我们同一条街上 在12月13号卖掉的一块地 6900尺的地 房子是很旧的 它卖的价钱是195万 而我们是12500尺的地 房子还这么新这么大 那我们现在叫价呢 才360多万 政府估价也是364万8 所以呢 你要不要赶紧跟我们约看房啊 不要让好货 又在你的手中溜走了 赶紧拨打我们电话 我是雨晨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